哈囉大家好,我是フルセイサンジャ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課本沒有教的日文 一些時下年輕人的用語 還有因為時代變遷產生的一些新的單字等等 好,那第一個 就是現在轟動日本的 タビル タビル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這個呢 我覺得如果是日本人的話 應該一聽就知道是什麼 因為日文中タビ 這兩個字的發音 好像想不到什麼單字 就是被那個 タビオカ莫屬 就是珍珠 它就是珍珠奶茶來的 タビオカミルクティ 那タビル的意思呢 就是說喝珍珠奶茶的意思喔 因為現在日本 台灣的珍珠奶茶真的是爆流行 出現一堆奇奇怪怪的珍珠料理啊 珍珠炒飯有的沒的 真的超酷的 然後 然後 ル呢來自於 因為日文有很多的動詞結尾都是ル這個字都在 所以就是有點把它動詞化了 就是說 喝珍珠奶茶這個行為 就變成一個動詞 那 當然這個字典呢是查不到的 因為這是流行語 所以 但是這個現在很常聽到 那還有一個類似的 就是 タクル 大家知道嗎 タクル也是一樣的原理 那 タク就來自 タクシー的タク 就是那個計程車 所以搭計程車變成 原本是叫 タクシーに乗る 那就 縮短 把タクシー加上ル 變成動詞 就變 タクル 那這個也是年輕人常常說的 我上班的朋友也很常講 對 那日文的エモイ這個字呢 是來自英文的 Emotional 這個字來的 那它的日文翻譯是說 感情 你的情感被動搖 就是 什麼東西左右你情感 可能你感動啊 或者是讓你產生什麼 情感的變化 那種意思叫 エモイ 所以 通常日文在用的時候 感動嗎 對那種時候比較常常會聽到 這個 這個 其實它真的用途很廣 對 就不只是感動 可能很惆悵啦 或者是 很哀傷啊 等等 蠻廣用的一個字 那這個是 蠻最近的一個字 也是我前陣子才知道的 那 為什麼會加個 是因為 日文的形容詞 就是 很多都是加 所以 日本人聽到 什麼什麼 就會覺得是 形容詞的感覺 就變 這個字 所以就單身了 這個詞彙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講到新的東西 那最近呢 那個藍牙耳機 好像越來越普及了 那這個日文就叫做 提問後我最近認識了一個瑞典的耳機牌子 我覺得它很有設計感耶 就是做得很可愛 有很多顏色 還有送這個帆布包 還有這個卡在裡面 我覺得它看起來很可愛 最近官網好像父親姐在特價有優惠嗎 我會貼規格 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看看喔 那是霧面的 那最後要講的呢 就是虛擬貨幣 現在很熱門的 這個日文就叫 那其實就是 跟英文一模模一樣樣 其實日本真的有很多的片假名 外來語啦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英文很好的人 學日文 應該會比較容易嗎 因為真的還蠻多外來語的 對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的單字不懂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喔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留言按讚分享喔 每天有用Facebooks Instagram 用總日文分享資訊 也請大家看看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